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蕭勇慶先生 你好 我們今個星期,有很多事情發生 很多事情可以說,不過先談談市場 市場都一般,跟觀眾說 守住25,700元,今個星期都是下跌的 消息有很多,逐樣都要找施先生談談 美國和中國,上星期周末,有加新的關稅 中國反制,王普又說了一些新的關稅 本地的情況,又好像複雜化 亦有很多新的消息 施先生,你覺得如何拆局 中美和談,比我預計中阻滯多 最初我的想法是,特朗普為了選舉 在選舉前,最重要是 有些戰果,用來向美國選民炫耀 你不是只挑動、鬥爭 要有些成果才行 最初我打算,會談得來 談不賣,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中國方面,都站得很硬 這也是我估計錯誤的 我打算中國,早點傾成,對它有利 即息事令人 早點傾成,可以不用交這麼多關稅 因為如果傾成了 我相信關稅,即使不全部撤銷 都會撤銷一部分 反正最後讓步,早讓步,會有好處 但到現在,基本上已經是蒸了 所以如果到這一刻,都不讓步 尤其9月10月 現在9月的3千億,其中1千1百億就要徵稅 9月1日,即是還有兩天 還有兩天 除非這兩天突破,這兩天就快到星期六日 美國那邊 當然政府有時有特別情況,不放置 變了很難在這段時間 突然間有傾成什麼 如果談不成 美國加了這麼多壓力 都沒有效果 下次再逼中國接受 可能是有些新的 就難一點 要加新的 不斷地用新的措施去打擊中國 對中國來說,其實是損失的 除非你以後都不讓步 如果以後都會讓步 早點讓步,便可以稍微 我本來以為會早點讓步 都不讓步 所以這個世界,有時事怨怨為 未來什麼時候會談電,真是看不到 因為中方高層打電話 有發生過羅新聞 如果觀眾有留意,星期一、星期二 特朗普跟傳媒說,中國有打電話給他 不過當傳媒去問中國外交部 否認了,沒有這樣的事 反而這兩天,有中國外交部、商務部 又說了,我們有溝通 市場反應變得好一點 但現在的消息仍然很混亂 好像美國方面,有些傳媒說 就承認沒有電話的東西存在 但就不是特朗普喜歡的傳媒 可能說它是偶爾新聞 但這個星期,消息真是遙遠滿天飛 大家都很難求證 這個消息,在市場上不斷籠罩著衝擊 影響市場氣氛 對於投資者來說 除了中美關係的發展 本地的情況,又是比較混亂 本地的情況,亦都拖累了 本來我以為機場事件之後 就會慢慢平息 上周末好像又多了一些衝擊 現在,我相信政府做得比較慢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不是說做些事情,事情又會結束 但你可以做些事情 爭取中間派、溫和派 例如,我之前也提議撤回 一說撤回 你就不可以再打反送中的旗幟 因為反送中正式結束 有些人出來走,原本就是反送中 其他的鬥黑警 香港是不是真的屬於暴政 未必每個人都認同 可以減少出來走的人 亦都間接令勇武派 少一點支持 但是,一點都沒有讓步 不過,今天新鮮滾烈 我們拍攝之前一小時 有一個消息 就是路透寫說 原來中央不讓我們特區政府撤回修訂條例 究竟這消息有多真 就要求證一下 我自己覺得,機會很大 這些作風,不像是特區政府的作風 共產黨的作風比較多 無法求證 前兩天,我看到林鄭的樣貌 好像是很難為、無奈 應該是可能有些事情想解釋 都不能說 這個機會都大 究竟中央是甚麼原因 不讓撤回 亦都沒有很清楚 應該就向香港有個交代 才知道甚麼事 現在你被人猜 可能矛頭就指向中央 但我們香港的困局 似乎由愈來愈來看不出 出漏戶 我看不到出漏戶 越走越極端 我上次說過 現在是將整一代的年輕人 都拉去一個 跟自己身份對立 跟中國發展背池的道路上 接下來這條路是不容易走的 因為大部份香港都要留在香港 不是說你想做外國人就做到外國人 他必然跟中國的命運 在很多地方都糾纏在一起 我先不說他們的將來 我先看到情況是甚麼呢 就是 大陸 原本在香港 設計的制度 最初是選委會 跟著是提名委員會 目的都是想選出來的人 是不會跟他對著 相違背 相違背 高層次的政策 就應該同用 但是現在 這次搞到禁僵之後 區議會的選舉 可能 建制派會失手 如果一旦失手 就影響了選委會 區議會有百多票 有百多票 而且是贏者獨取的 如果反建制派取的那幾票 就去了那幾票 不是幾票 是百多票 現在選委會的比例 已經一直拉近 如果區議會失手 立法會失手 選委會失手 連特首位都失手 中方會否容忍 香港由特首到區議會 都是對立人在時掌控 如果對手掌控 將來香港的政策 越走越遠 會否成為反共基地 會否令政策 又令他尷尬 又令他刁面 他可能被迫要出手 要扭轉 起碼他要改變 後過期的管治模式 如果改變的話 我看他們收緊的機會 多於放鬆 變成每次都強制 而強制的結果 我們普通人的自由度 自主空間都會減少 對香港未必有利 這是政治上的空間 可能會減少 另一方面 經濟上 現在都露出來了 我去酒樓 真的替他擔心 我前晚 外面大堂只有兩台 我們叫日房 日房出來 我去廁所走過 我去那時 七點鐘左右 只有兩台 我中間去廁所九點多 應該是最多人的時候 只有兩台山台 冷清清 我如何足夠 不止 今天下午 很多行業都是這樣 我昨天乘的士 好像說的士的租金已經減少 很難得有些減租 他可能賺不夠錢 賺到不夠錢 我聽說每間都減少50元 因為不夠交租 我當然不租 業主說不租 沒有人租 因為的士 為何這麼靈活 每天都計算 每天都租 房子 我們兩年 兩年 三年 三年 我剛剛 都逐租 我都 開價給他 他不回覆我 還說要加一些 說我成績縮沙 學了特朗普 我說現在吳家 吳減已經算好 所以我說舊租就算了 我知道舊位受的打擊最大 寫字樓開始建工 當然 我們的觀眾很關心的是住宅 住宅 我上兩次說過 交投大幅回落 只剩下四五成生意 對我們的 因為做佣金 影響很大 一定會虧損 但價格還未跌 價格中原成員指數 每個星期跌0.2% 6月以來 都跌了1.2% 主要原因可能就是 辣椒 即是你賣出賣日的成本太高 沒有人賣 但是 如果說趨勢 壓力 一直增加 我怕生意不好 接著要炒人 我聽飲食 有些人炒了 連牽扇費都未獲得 現在酒店又沒有新價 光顧吃自助餐 都給你一晚住 沒辦法沒有人住 比時中酒店更便宜 旅遊熱 飲食熱 零售熱 受的衝擊很大 有些賣珠寶 哇 冷清清 從來未試過這麼冷清清 近期大家都同樣關心一個問題 連大陸剛才說的 再看遠一點香港人 有些人說有移民潮 或者大陸希望在深圳的角色比香港更重要 這些對我們前景都有影響 剛才說移民潮的時候 我都說民的人多 真正移民的人不多 我接觸的 有錢的那群 很多已經作了安排 現在就開始移民 他在移民之後 工作都不算很有著落 生活未必實好一點 這群人都開始擔憂 因為有兩類的 一類可能真的對香港的政治前景 老鄉不認同 但另一類就是 覺得香港太煩了 太多爭拗了 以及說要攬炒 我也不想去到這麼壞 但被人攬在一起死 他覺得會不會外面有些機會 但真的要移民 他們都要考慮 因為移民 是否生活可以好一點 新的地方都可能有新的問題 有些事情 現在的指控 我覺得有過份 即是說香港政府是暴政 即是你說某一些角度 即是說警察是處理手法 但大部分是香港人生活過的人 即使是回歸之後 都不覺得政府是暴政 所以他們要走的時候 他們都要選擇 但無可否認 刺激了很多人 將這個題目重新拿出來考慮 另一提到深圳 大家很擔心 會否中央覺得香港不聽話 將很多香港的優勢 搬回深圳 我自己認為 深圳暫時未有條件取代香港 但大陸政府一定是想 有一件事可以代替香港 不讓香港掌握 現在大陸有很多措施 為何不敢在香港實施 因為香港還有金融中生地位 香港可以做一些事 是補社會主義 社會做不到的事 所以香港有它的價值 所以香港有它的價值 但我接觸過一些看法 可不可以整個特區 讓特區有香港所有的特殊性 唯一沒有就是政治上 它仍然在收緊 如果能做到的話 這個特區裡面 經濟、民生都跟得上香港 唯一就是政治 收得緊於香港 有些人 估計香港人寧願去那個地方生活 比這裏咬餐死而無結果 這方面 大陸政府會否做 我認為會做 如果用整個新鎮是做不到的 因為新鎮太大 只能夠新鎮的一部分 以前說是前海 但它很多事情沒有做 譬如要做的話 你可能要用普通法 要讓外匯流通 要訊息各方面都要相對流通 但這些一流通 你又怕別人借那些訊息來挑撥你 但它可能在傳媒 在政黨那方面 就會收得緊一點 這個我認為可能性是有的 但不是馬上會產生 即短期內未必會有很大影響 說製造的容易 製造出來 是否立即可以有金融中心地位 即是人民幣 很多這些 人民幣 說死它 就是這個區內 讓它自由流通 現在香港也要過關 也要抽稅 只不過是一個特區 有香港類似的特權 但又有某些限制 香港來說是一個值得擔心的事 你剛才說很多人想移民 當然是單身才想移民 人們在這個地方生活之內 當然是想適應生活 所以這方面兩邊都要作取捨 反對派是否值得為了有些形式上的勝利 就要全香港一起攬炒 可能要整個香港付出代價 很多人都受影響 我剛才去AM730的派報員聚會 那些派報員 做兩三個中方的派報紙 道理上應該是基層低層 三四十元一個小時 去派報紙 並不是很高檔的生活 但我跟他們聊天 他們年紀不小 都五十多、六十多 但他們生活不太差 例如我隔壁那個 在香港以前有樓買下的 還在實理銀攤 在維州 又有一間星期五、六去度假 子女畢業 可能重視子女教育 大學畢業 有份工作 他們不是很高級的人 但對他們來說都是既得利益 在香港 他們都不想香港變 變了 暫時社會上都有一批人 不想香港變 另外,變好變壞 我經常覺得現有的建制 是一個很特殊的機緣下才會產生 推翻再來 是否可以重建 是否更加好 尤其現在的反對派 他們自己都沒有管治的經驗 他們自己都不懂得用民主的方法 令到自己的管理層 有代表性 有合理的 來自群眾的監督 有群眾的授權 他們都做不到 如果給了這群人 他們可能善於鬥爭 不善於管治 所以 整個制度推翻重來 風險很大 成本很高 所以我希望大家慢慢會面對現實 理念上如何正確 都不等於一下子就可以推行 要實際 這個世界有很多邪惡國家 很多比香港更加暴政 西方都接受現實 都不會一下子說要改變 選了兩個 伊朗、敘利亞、北韓 整一下算數 即使是北韓 特朗普都要想辦法談 美國和中國 貿易戰這麼厲害 他仍然要談 美國這麼強大 和中國都要談 香港的力量相比美國少很多 怎麼可以和大陸 一波過就要決勝負 不是一波過決勝負 你都要妥協 你要妥協 你要找人出來談 現在沒有大台 亦沒有代表 這樣發展對香港不利 所以我自己覺得 人不能夠一往無前 你有時都要有某些位置 要折制一下 要退下讓步才行 所以 都不能夠 現在有些說法是很極端的 什麼合報都不割席 一定要支持勇武派 即使搞到很大陣仗 都要支持他 這是意氣之爭 政治要說妥協 所以這個時候 希望大家去到某些位置 願意節制一下 有些妥協 才符合大多數人的期望 多謝施先生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觀眾 想看回我們的節目 或多了解施基金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